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内的朋友 完全是因为辣椒网的关系 你们才知道 我们要吃个正宗的本尊的口味 看这个辣椒颜色就觉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一定很辣 那么在我旁边也有两位辣妹 那么讲到超女大家都知道绝对是辣妹 为什么呢 因为超女这个节目就是湖南卫视 他们的一个非常辣的节目 而这次在我们电视台也举办了超女在美国的选拔 今天我们特别带两位辣妹来吃辣椒菜 一位就是施曼 施曼你好 老师好 这位是金军 大家好 是是是是 两位呢这次在超女选拔都有非常优秀的表现 两位辣妹 我先问一下你们吃不吃辣椒的 我吃我是无辣不欢的 你是无辣不欢 你哪人呢 我上海人 你上海人怎么会吃辣椒 因为上海人比较就是上海比较潮湿嘛 天气比较潮湿 所以吃点辣椒能够解湿 解湿 那按照你这么讲的话 我觉得四川人吃辣椒是名正言顺 因为旁边这位美女呢 听她的名字你就知道 跟香港一位明星很像施曼 大家好 你是哪人 我是西安人 西安人呢 西安人呢 西安人来来来 西安人的话我就想到了 这个羊肉泡馍是不是 还有什么东西啊 兵马勇是不是在那边 对兵马勇 华星驰 华星驰洗澡的吗 对 沐浴的 沐浴的 沐浴可以一边沐浴一边吃辣椒吗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我想只有你沐浴的时候吃辣椒 你吃辣椒 对我比较爱吃辣 因为我们那边西北人嘛都爱吃辣的 西北人都吃辣的 或者你家里面吃不吃辣 对我家人 因为我觉得西北人都调料放很重 然后辣椒是必备的 辣椒和醋这两样是必备的调料 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以咱们中国来讲 好像北方或者东北这边 他这些菜都比较重 北方菜的味道就比较重啊 而你的西北来讲大西北啊 现在是国内开发的一个重点 了不起 所以你们也就吃辣啊 对是很常吃 你觉得会不会影响你的嗓子 不会吧 不是说宋祖英也很爱吃辣 但是他的嗓子很亮 我觉得应该就是如果唱歌之前不要吃 但是平时不会影响 不会是不是 对 你这次参加湖南卫视 为什么有这样子 我们的超女选拔 你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冲动 好像你有一个故事 对因为我来这边学习电影 但是我其实以前在唱过歌 然后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 其实还是蛮喜欢舞台的 我说然后我刚好来到洛杉矶 我想在美国赛区去感受一下 这边的选拔是什么样的 你以前参加过的湖南的超女选拔吗 对 就参加过是不是 结果呢 当时是在湖南300强吧 我是陕西赛区的25强 然后湖南当时培训过一个月 就待了很长时间 非常可惜 不过这次你算是圆了你的这个超女梦了 对不对 在在国外 其实国外啊 尤其在洛杉矶 大家都知道吃这个辣椒菜很容易 对不对 我们吃湖南菜也很简单 但今天我带几个辣妹来吃辣椒菜 我们去哪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辣椒王 全是辣椒的菜 怎么样 高不高兴 高兴 高兴 走 咱们一只辣椒菜 你们两位超女 是已经领教到这个辣椒王厉害了 从这旁边的客人之多 生意的炒杂 炒杂掉 生意兴隆 来过这家庭 听吃饭了吗 以前来 以前来过啊 你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吃 好吃在哪 好吃在它的辣椒特别的香 特别的香 吃饭呢 我听说过 但还一直没有过 还没有来啊 今天让你是大开眼界 对 那赶紧要谢谢我们的老板 王老板 谢谢 王老板对于我们这个节目也好 对于超女的这个选拔也好 是全力的致志 尤其是今天做了这么多菜啊 这些菜 我想你都看不懂吗 尤其是你觉得看不懂 先请王老板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你准备这几道菜是什么 今天准备的几道菜 今天准备的几道菜 这是我们那个 湖南现在很有名的那个叫酱蓝鸭 酱蓝鸭 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用的那个串烧虾 把活的虾一丝一丝串进去 那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那个串烤天鸡腿 哦天鸡腿 那个是什么 那个就是我们在国内呢 就是比较吉祥的一个菜 叫叫金元宝菜 就是那个像那个金元宝一样 真的很像 现在这个叫土鸡蛋 是用土鸡蛋做的 后面那个肉呢 那个肉是我们国内 红烧肉 不是叫这个是叫那个梅 梅 梅菜扣肉 广东有个叫梅菜扣肉 这个呢 它不叫梅菜扣肉 叫龙家 龙家五花肉 也就是龙家扣肉 里面用的是那个干白菜 嗯 然后炒了以后放在打底 然后用那个口 那个五花肉跟那个香芋 就很大的那个芋头啊 切成一片 对 然后我们用那个香锅 你们去炸一下以后 再把它蒸出来 很香很香的 待会你可以尝试一下 这一招菜 一般来讲 该算是湖南传统 这个是第一道的传统菜 第一道的传统菜 从那个鸭 从那个这个土鸡蛋 农村那时候 没饭吃吗 就把它叫微蛋 微蛋把它再做出来 把它煎一下 然后炒出来 这个是我们 因为湖南汉有名的叫那个 卤菜 就是香味的 或者卤粉 卤粉 哇我跟你讲啊 讲到这湖南菜啊 是咱们中国八大菜系的时候 历史最悠久的一道菜系 你知道吗 所以你可以从它 因为我觉得湖南 但是它这些菜呢 它的材料很多 山珍海味什么都可以用到 对对对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 王老板跟大家说 准备的菜啊 从上山的下海的 地上的天上 全都有 好 我现在来问这两位超人 你最喜欢什么菜 这里面最想吃的 当然每个都很棒啊 对不对 都没吃过啊 这应该有一个 最最想第一个想吃的 什么菜 我好像听见这个酱板鸭很有名 我是特别想试一下 您呢 我当然想尝那个口味虾嘛 因为那个湖南卫视 那个快乐大门 也不是一直说口味虾 口味虾 是湖南卫视 他们一直介绍 是吗 那好 那我们就先请 那个王老板 给我们介绍这个鸭子好不好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叫酱板鸭 酱板鸭 我们是用那个 我们自己调制的一个食材 就是用那个香料香叶 还有那个基本的那个 芭蕉啊 芭蕉啊 然后用那个料酒 用那个米酒 然后再加上那个 这一次有 再加上那个老酒 一点点老酒 放点蜜糖 放点做出来的 而且这个口感非常的 我可以想象说我闻到 闻到是不是要熏过 怎么说有点熏味 这没有 它就是 这就是酱出来 叫酱出来的 酱起来 酱起来 就是酱起来 就是酱起来的 它没有熏的 真的吗 我闻到有点 我来尝尝看吧 那味道点的是 我来尝尝看吧 我喜欢吃鸭子 你也喜欢吃鸭子 对对对 你们俩打架了 好 谢谢谢谢 好你尝尝看 你已经咬了 你最想吃这个 这个鸭子 你觉得怎么样 很有特色 我觉得它那个味道 就是肉的那个肉味很足 对对对 而且这个肉我觉得很嫩的 这很嫩 是非常嫩 一般来讲 大家常常想的烤鸭 这跟烤鸭什么 因为烤鸭或者是张杂鸭 这肉首先就很柴很干了 可是你看我这 他们都觉得非常的嫩 烤鸭是是腌制的 它必须腌三个小时 或者腌三天 有些是货工上去的话 然后三个小时挂起来 它就裸的上面的那一条 这个呢是把它泡在里面的 就这样 就是给它泡了以后 就直接在里面去用温火去做 然后让它慢慢慢慢 大概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这个很重要 六个小时 所以大家看这个肉 骨头我觉得都会有味道 对对对 骨头里面都进了味道 绝对的 你看吧 是不是 是 你会讲一下骨头 它的骨头都很软 很软了 整个味道全部的进入 哇 卤香味很重 很好吃 怎么样过瘾吗 挺过瘾的 那跟南京板牙有区别吗 南京板牙 南京板牙估计比较老吧 南京板牙应该是老 南京主要是以盐水鸭 哈哈哈 对对对 脆皮盐水鸭 盐水鸡为出名的 哇 所以这个鸭子真的味道非常独特 非常喜欢独特 实际上我真的 今天想给你们大家推荐的了 真的是我最爱喜欢吃的 就是那个 我们湖南 这个是按道理 我是煮鸡和阿芬糖的 这是活水煮鸡 因为那个鱼头啊 就是熊鱼头啊 做出来的这个鱼又鲜嫩又好 好 非常的鲜 那您厉害 黄老板我也厉害 你知道我这里最想吃的吗 我最想就是吃这个 我像我们观众朋友跟着 这几个菜 我看了其实都很想吃 他们上海人很喜欢吃海鲜 对不对 绝对对对 但这也是海鲜的鱼 当然这是淡水鱼 它不是海里的 这是淡水的 对对对 湖里面的 湖里面的 洞庭湖的是吗 这个不是洞庭湖 今天这个鱼 它是来自科拉多湖里面的 对对对 也就是淡水鱼 淡水鱼 它是湖里面的 对对 看这个胶原蛋白啊 对对 我们要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 这是用那个润豆腐 炖的这个鱼 非常好 那什么叫活鱼 就是我们湖南叫做 原来没什么吃的嘛 抓的鱼 就是活水 我河里面的水 煮活鱼 哈哈哈哈 不是活水 是河水煮活鱼 河鱼 哈哈哈哈 有点凹口 哈哈哈哈哈哈 我妈四川人 他早也叫活鱼 哈哈哈哈 是是 对对对 河水他叫活鱼 对对对对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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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叫河呢 叫活 啊 活水去活鱼 就活活活活 活在一块去 我那一块 哎 那小蜜菜吃完之后 一定是活力食 对对对对 您试试看 绝对很香 应该非常鲜 非常鲜的对对 它也不是很辣 少了就放了两片辣椒 今天的菜应该不是非常辣的 应该不是辣的 非常好非常好 我跟你说 好到最高点 哇真的啊 本来一般来讲 鱼汤要放点醋 对不对 这完全不用放醋 鱼汤放醋你改变 改变它的味道 它本身的一个原生菜的味道 嗯哼 而且你说这个是进口的 湖南来的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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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oon 真的现在至于海南好兴之后 我的飞机非常方便 那个货都可以直接进了 还有我们过湖南人 都很喜欢海南 啊不喜欢 对啊我刚刚 有二三榴 Armen做 那我们的服务又是一流的 非常好非常好 而且都是直行的 对我我身边的朋友 包括所有的老乡 可能是在洛杉矶的 特别是在旧金山 特别上岗来这边坐这扣飞机的 嗯 他们都很喜欢这个 就是来回能做了以后 感觉到 服务比 比其他的航空公司相对要质量好多了 那他的航空公司上面吃的菜是什么 太疯了 真的假的 我给你发誓 我来美国16年了 我做大航的 中国国际的 南方航空公司的 东航的 那些就不用说 大航的 韩国的相对还不错 当然我觉得现在 海航的已经盖过了大航 就是韩国的 他的东西特别是我们做的那个商务餐 他所有的东西太多了 也有这些菜吗 嗯 有一部分香菜 但是他真的 他大部分他有他有让你去选择的 所以这点我们感觉到 吃的非常好 就是我觉得 所以今天做这个节目 感觉到 我要真的是为 要为那个海拉航空要说两句话 哈哈 你就按一个 希望海拉 海拉航空了 能天天日散 能让我们这些海外的 大航的 华侨海外的 那个香气人士 等于更有 方便 跟带来最捷径的 这些很多时间 哇 真的是吗 没有直航空 真的太好 是 非常好 对 所以这两位 下次可以直接飞去你们这一餐 所以我要真的 然后你 我你要代表我们辣椒玩也要感谢哈 那个海拉航空给我们带来很多客人 这叫做 口味虾 那个串烧虾 串烧虾 串烧虾 来来来来 现在国内最流行的 最流行的 对 包括串串 包括恒阳 包括湖南各地 国内的朋友 对对对对 完全是因为辣椒网的关系 你们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要吃正宗的本尊的这个口味虾 我知道你们这边用的辣椒各种不同 有很多种辣椒 我们有大概有八种辣椒 八种辣椒 对 来自湖南的那个干辣椒 朝天椒 还有一个就是来自那个农场的 我们一般80%用的是新鲜的辣椒 新鲜辣椒就包括那个韩国椒 还有中国的一种那个青色的 两种青色的 这像墨西哥的 还有Penu Sarano 这些都是辣椒之中 对对对对 大概加起来大概八种 那这个一般来自八种辣椒 是不是它每一种味道就不一样 会不会效果 辣椒它怎么说呢 越薄的辣椒越香 越厚的辣椒呢 它是那个辣味很沉 但是香味出不来 你就感觉到这个辣椒吃的 就像肉团团一样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看国内的辣椒 为什么这个辣椒我把它晒成白辣椒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白辣椒 胡辣椒 也是额外的一种 就像那个按传统去做 胡辣的传统做 那个就必须需要白色 那个薄的辣椒 那个薄的辣椒一晒出来 透明的你一炒 白辣椒炒辣牛肉 白辣椒炒那个 那个叫什么 叫那个墨鱼丝 干的墨鱼丝爆香爆香那个 那个就是有点像那个火爆的那种 吃起来的感觉就非常好 对对对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实际上这个我们在胡兰 也就是叫金钱蛋 金钱蛋 名字好好听啊 对对对对 那个叫宝原样的 就是金黄色的那种 你可以尝尝 又香脆又好 实际上在国内的这个蛋呢 是用火煨出来的 它不是煨出来的 它是煨出来的 那它真的是蛋的 对对对对 我以为你只取这个名字 对不对 它是蒸蛋蛋 对对对对 尝尝看 它中间那个你你你翻过来的话 这中间就是个宝 就像那个金元宝一样 哈哈 叫金钱蛋那种 这个是土鸡蛋 这是土鸡蛋做的 所以我们叫辣椒炒土蛋 它就用辣椒炒的 这是用辣椒炒的 我其实很想吃 这个辣椒 你尝一个看 对对对 上次去年 前年你PK了一下 好像今天应该辣椒炎炸进 哈哈哈哈 这会很辣吗 哈哈哈哈 这会不会很辣 辣得越想 它那时候前年 前年拿马辣油 全部才到嘴巴里面去了 啊很爽 哇 简直是 半天不能够讲话 我给你讲 就是真的是 老板紧的 才辣得我 我觉得这道菜非常上饭 对对对 非常上饭 又香 又香 对对对 而且呢 我觉得又有营养 很讨喜 讨喜 我觉得为什么别 别让人想不到这道菜 对 其实很简单 只有带辣椒 我很多都吃到 对对对 就这么一配件 然后就这么的 又好看 而且名字也好 你尝尝这个蛋 我有时候 这一口气 可以把这一碗蛋全吃完 哦是吗 就听不下口 以广东人来讲 或者是 这个潮州服务 它叫梅菜口 那叫梅菜口 那湖南菜来讲 湖南菜 它那个做法 工艺也一半是比较洁净的 当然它主要是以梅菜 大笔之后 我们是用那个白菜干 白菜干 然后加了豆豉 就是黑色的豆豉 然后加一点点辣椒在里面 广东菜是没有辣椒的 这里面并且有辣椒 因为它还参加了一个香芋 把香芋切成片以后 在油里面 炸一炸金黄色的 然后去蒸 跟那个扣肉放在一块儿 搅拌在一起再分开吧 你尝尝看 那个口感是非常的好 一般来讲是透露的那个肉吧 我觉得它那个 它就是时间很重要 时间是一部分 一个是选的肉的材料 这个是很简单 是五花肉吗 它必须要五花肉 瘦肉必须要只有四分之一 你大概四分三 必须要加乘加乘的 哦 在那个里面吃 对不对 你尝尝看 要要吃的话 必须五花肉跟这个 跟这个拼在一起 鱼一口去吃 就是这个 哎 就是这个红薯吗 对啊 这不是红薯 就是你的芋头 马铃薯 没有大芋头 芋头 芋头 对对对 哇 难道我还是吃要吃 我今天当中的时候 我还以为这肉没 小熟 怎么硬的 后来就叫原来是芋头 芋头 哇 这芋头味道一定很棒 你试试看 绝对试试看 这个做的时候是 就是直接这样中出来的 那我们把它摆好 摆盘以后再蒸 先摆好 先摆好 蒸出以后 这个是倒出来的 先在底下摆 然后再倒出来以后 就是一个形状 我要拿块大的 好嘞 我已经直觉的很好了 好嘞 可是掉下来 它芋头很酥 很酥 芋头一起先炸过吗 芋头必须要炸 把它炸成金黄色的 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然后再 哇 这也是工夫菜 我觉得你把这个肉切好 然后再夹这个芋头 这是一个传统菜 就是 也是一个 一番水土演一番人嘛 就是广东人那边的习惯 跟湖南人的习惯 还有四川菜的一个习惯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当然很类似 对 很类似 但是很多人不喜欢吃这个 吃到嘴里就激化了 那种感觉 对 它这肉真是肉很喜欢 所以这个肉的共识 我觉得那个火火 用得非常好 到会儿 是 然后这个芋头蒸到 整个味道就进去了 没有 因为我觉得肥油也进去了 所以吃的肉就会显得肥 是 就像梅菜口罗人一样 在梅菜里本身啊 它把肥油也进去 把梅菜里面的那个味道 对 那个熏进去了 这个里面是把这个菜肝 跟那个香芋三种味道融为一体 所以那种感觉的话 就多了一种感觉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感觉 是 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吃 没有 之前没有吃过 芋头跟那个五花肉拼在一起 这么吃的 嗯 再加那个白菜肝 那个三个味道 然后你们再加了点豆子 做为调料 对 因为我觉得豆子的味道要重 所以它正把味道给捷起来 对不对 白菜肝 跟这个芋头可以把油一起 广东的那个口罗 它就是 仅仅就是梅菜肝 跟五花肉 没有 它就是一个融为一个体验 就是很简单的味道 那这个面是在吗 面是把这个活水煮活鱼 把那鱼吃完以后 这个面不是很鲜吗 我们在国内就叫 把这个鱼汤面 是作为一种最简单的 而且是最直接的一个食物 就像那个多椒鱼头那样 对 多椒鱼头是辣的 但是这个活鱼是水素活鱼 针对那些不测辣的人 或者说喜欢闻那个辣味的人 还是不能把辣椒吃进来 用这个词是一绝 一绝吗 对对对 那个面是要吸收这个汤 让我们那个 老大先试试看 没有 是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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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不用饭 就是加了碗里 然后把汤浇的就可以了 来 这个碗没动的 好 试试看 来来来来 这个这个筷子没动的 来 试试看 这这就是面 然后你用鱼汤是不是 对对 你试试用这个鱼汤看 来 来 你来一下 来一点 这个鱼汤就行了吗 对对对 那个感觉 你看看这个感觉就 这个口感就非常 很爽 其实我刚才已经赞美 很久这个鱼汤了 这个鱼汤 配这个面 真的 太好了 真的那些就是喜欢吃辣的 想这个辣味的 这个这个鲜味跟这个是有问题的 我原先最想吃这个 你没吃过 那么整个吃完之后 味道比较重 是这个 这个 真的是 对对对 比较鲜 对对对 那个是口重 对 好吃好吃 难怪 你知道你店里很多外国人 我看每一次啊 进进出出很多的 这外国人有人到这边吃啊 对对对 你的生命已经远过 就像海南海红一样 你知道吗 哇 所以两位潮女 今天怎么样 感觉 太幸福了 我觉得我觉得今天我很有口福了 能够吃到一些平时 就是吃不到的一些普通的湖南菜 在这里能吃到比较有特色的 别的店里没有的 只有在辣椒网能够吃到 对 辣椒网真的每个人都说 你们这边的菜特别 真的是非常特别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定会来尝尝 一定尝好 谢谢 哎 鸿南的朋友 你可以坐飞机来 我给他先帮忙一次 哈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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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干了吧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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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美国超女落成香菜美食之旅系列节目 由海南航空特约赞助播出 不期而遇 相伴相惜 海南航空洛杉矶长沙直飞 送你回湖南 看超女